并据外媒的消息 排放丑闻不断的扩大 可能迫使大众汽车 考虑通过出售资产的方式 来筹集现金 而可能被出售的包括 奥迪 杜卡迪的部分股份 前提是不威胁到 大众对于这些品牌的控制权 大众上周将其应对丑闻 所需的资金的预期 提高了20亿欧元 现在是87亿欧元 这个丑闻已经影响到 它的信用评级 并且导致其15年来 首次出现季度的亏损 业内机构预计损害 还会进一步的增加 投行ISI预计说 大众应对丑闻的成本总计 可能最终会高达290亿欧元